中国女兰的奥运资格赛 第二场的比赛 终将就要开始了 2月10日 也就是大年初一 下午四两万上演 今天这场比赛呢 是一场回顾比赛 是看一下中国女兰和法国队 在世界杯上的对决 很多人预测 中国女兰这场比赛将是一场恶战 就这个奥运资格赛 就是打了这场比赛是一场恶战 为什么会这样预测 就是今天的场比赛 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征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法国女兰呢 世界排名第五 欧洲联赛排名是前三的队伍 是相当厉害的存在啊 面对这样的对手 中国女兰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专家评测的这个小组赛当中 咱们属于是中国去打比赛 这个法国女兰呢 是中国女兰这个资格赛当中 是这个最强的对手 如果呢 这场资格赛啊 能够拿下的话呢 中国女兰可以直通巴黎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 对于咱们中国女兰来讲 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的话不多说 咱们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啊 世界杯的比赛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58比86 中国女兰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对方的主教练果断叫暂停 比赛时间还剩7分钟 还是喜欢中国年的朋友啊 千万不要错过这场比赛 锁定咱们这个账号啊 咱们会及时的给大家更新上来 最新的消息也会同步的公布出来 咱们看镜头啊 拍到了这个观众席 这是其他的个队伍啊 来观看咱们的比赛 好的比赛开始了 暂停回来 王思宇杨丽维 黄思静小宝 再加上 7号给的了是金维娜 球衣是7号 好的抛球不中 回来看 金维娜空球 手机说 这个球没有出界 给他小宝接应一下啊 杨丽维带要回去 来啦这个球 来一下单打抛球入网 咱们还是继续得分 88 比58 领先30分 对方三分性跳投 没有 好给到了杨丽维 看那个球 杨丽维要空一说 谁过来接应一下 这个球差点跑偏 脚下打滑了 应该是 看杨丽维的传球 我被断掉了 这球追不上了 这球追不上了 对方已经是启动起来了 第一时间黄思静是没有反应过来了 杨丽维打反击 给到小宝 小宝球丢了 对方的中锋 背后的犯规 对方三个犯规 怎么一个 镜头给到小宝 看一下回放 怎么回事 你看连拉带拽 这个右手还在推小宝 所以说对方这个动作是很多的 小动作很多 黄思静要求有对抗 你看了没有 强对抗 这属于 金威娜控球 黄思静往篮下顺 金威娜单打不撞 金威娜伸手了 这个球的话给到了咱们这边的犯规 给金威娜犯规了 今年的12人打命在里面的并没有金威娜 反而是有杨丽维的妹妹 杨淑瑜还有罗欣玉 两个新人 普通通的是老队员了 王思雨传球给到黄思静 谁来接应一下小宝 小宝要球给到杨立维 这球感觉要犯规 小宝一下子一个挡拆 黄思静外线三分不中 五分钟倒计时 三分球如果能打进的话呢 就突破一九十分了 感觉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你说是一百分的话有点困难 就说是九十分开定没问题啊 好突破九十 黄思静 打进三分球 这个三分球很果断啊 接球之后直接抬手三分 九十一比五十八 咱们又进一个三分球之后呢 是法国的交单停 六十四比九十四 现在是三十分 两分四十秒 这个两分四十秒真的是很难打 杨立唯恐球 谁来接应 黄思静和建威呢都没有上来 没有交到球啊 小宝的篮板拿下来 这样的话呢是法国的五个犯规 咱们要罚球了 哦 两个巴掌都打在了小宝的身上啊 对方动作太大了 法国女来这边继续换人 看一下刘若 手法不中 看看第二个发球 屏住呼吸 来一个 好球 这样的话呢是两发中一 六十四九十五 机庭转身 三分球 他这个是站 一个脚站在三分线以内投的 一个脚是站在三分线上 还是给了一个两分 对方继续犯规的话 怎么就罚球了 这球应该是黄思静 黄思静来罚球 拍人机准备上场 让黄思静先把球罚完 大概率是要来和黄思静换位 嗯九十六 那这样的话还真有可能突破一百分啊 还有毕竟 是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好黄思静两发都有的话是九十七 九十七比六十六啊 好的黄思静下去休息 是拍人机上来 千两防守是三号 将这位 小宝定防篮下 抢篮板没抢到啊 篮下差点空位 对方还是远头三分 哦对方15号篮板球太强了 强船篮篮下对方也是个护顶三分球 这个球 又吹哨了 王思雨再来罚球 这一分钟就打不完了 感觉对方这个犯规是没完没了 咱们赢是赢定了 这么大比分非得让咱们突破一百分啊 你别犯规不完了吗 好的 王思雨发球到九十九分了 我的天哪 好 杨立维跟防过来 小宝连防 对方是强推篮下啊 六十八比九十九 杨立维这边也是累坏了 杰威娜上来 杰威娜还是后卫啊 他是打后卫的位置 小宝传球对方的对抗性太强了 王思雨要求 对方的十四号 规划球员啊 四十四号这是规划球员阻挡犯规 你看他是用自己的腰往前顶了这个 王思雨一下子 他这肯定是犯规的 这么明显的这个腰上动作 犯规一分钟 小宝下去休息 韩旭上来 王思雨的继续发球啊 帮助中国女篮是突破了一百分 好球 转换左右手 超远三分不中 韩旭 摘下篮板 张如要求 潘晨奇走篮下传插 借为那空球 手对手给到了王思雨 韩旭上来解围 好的 犯规了韩旭罚球 打手啊 这属于很明显啊 对方主销链 很严肃感觉是啊 最后36秒看韩旭的罚球 好球 罚球命中 再来一个 一百零二分 对方六十八分 好球 韩旭上来之后啊 两罚都有了 嗯 金威娜跟防 金威娜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被对方挡拆啊 强传到三分线 这球出界了 这个球呢 是给到了张如 张如破海出界 对方的球权 23秒 对方把球发出来 张如跟防没跟住 球丢了 哇 排阵期 太拼了 我这球 金威娜 已经是拉执犯规啊 抢篮板拉执犯规 十秒 对方的球权啊 看 哎 你看 对方的前场球 这球是最后一头啊 没有了 给到王思宇犯规 对方两次罚球 王思宇拉扔犯规 手发不中 再来一个 他们发完球啊 就是咱的球权了啊 比赛就交数了 没有 两发都不中 对方是最后一头 要投三分 感觉是 没机会投三分 投了个中距离得分了 比赛结束了 这的话是70比103分 咱们中国女篮领先33 战胜了法国女篮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打的相当精彩 对方并没有放弃啊 没有太多的垃圾时间 大家对这场比赛怎么看 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来的看法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